这座老建筑一山傍水远离市区 发生在他身上的故事数不胜数 如今房子被泰德夫妇买下 女主人丹妮最近一段时间正在忙着翻修房子 她的妹妹达西认为老房子里都会有不该净的东西 于是叮嘱女人带上一部相机 并设置成定时拍照 如果拍到什么异常也可以及早处理 由于还没有来得及挨装信号接收器 所以只有在二楼的角落里手机才有信号 女人给正在上班的丈夫打去电话 眼看天色已经变晚 男人却还要留在医院里值夜班 明知道回去也是一个人独守空房 女人索性不回去了想在这里凑合一晚 却不知正是这个决定将让其后悔终生 时间很快来到了晚上 但你又犯了一个致命性的错误 她外出去车上拿东西的时候没有关门 结果刚刚回来就听到外面有脚步声 三更半夜荒郊野岭能会是谁呢 思虑片刻后女人还是决定一态究竟 她首先小心翼翼的将房门反锁 果然有个头戴帽筛的独眼男人站在门外 对方声称刚刚看到她出门时有人偷偷溜了进去 女人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 来不及解释太多 她让丹妮赶快开门让自己进去帮她检查一番 女人怎么可能轻易相信一个陌生人的话 她还敷衍地朝着旁边学问了一句 看女人不肯相信自己 男人愤怒地用力拍打着房门 而此举更让丹妮怀疑她是图谋不轨 警告男人如果再不离开她就马上报警 起料男人不但没有害怕反而支持这个做法 车下反倒给丹妮整得一头雾水 一楼根本没有信号 她只能谎称把手机落在了车上 对方笃定的眼神和焦急的神色并不像是说谎 女人也害怕家里真的进来了外人 于是拜信拜疑地准备过去开门 撕心裂肺的踩叫声很快打破了夜晚的宁静 独眼男人被当成了头号嫌疑犯击不归爱 但由于缺少实质性的证据最终被无罪释放 这天晚上独眼男人的邻居正在家里画画 门外的撞击声引起了她的注意 好像还拜随有推丧打斗的声音 男人小心翼翼地太出头去 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恐怖的场景 回房后竟然被吓得直接栽到了床底 紧接着房门被怀怀打开 男人捂住嘴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直到外面彻底没有了动静才敢出来查开 只见对面独眼邻居家的房门大开 男人胆战心惊走了过去 从血泼之中捡起了邻居的一眼片 而地上躺着的独眼男人早已血肉模糊 时间很快来到了一年以后 镜头给到呆尼的双胞胎妹妹达西 达西是一位盲人 经营着母亲留下的一家灵异物品古董店 这天姐夫泰德上门拜访 女人急忙热情地迎了上去 还提醒泰德不要乱碰店里的东西 那些带有诅咒的物品诡异异常 稍有不慎就会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就比如女人手上的铃铛 有个服务员意外踩死酒店 王魂也因此附着在了他最常用的吧台铃铛上 如果有人不小心哀响了铃铛 王魂马上就会出现直至爱灵之人身亡 身为医生的泰德对此嗤之以鼻 但对于女人怪异的行为 他早就习以为常 男人此次前来是要带给达西一件东西 独眼男人带的那只一眼 他知道女人一直想得到这个东西 男人不知道该如何安慰达西 急忙找了个借口就要离开 临走前他说房子已经装修外壁 邀请达西过去做客 顺便认识一下他的新女友艾娜 直到这时达西才知道男人另结心怀 随后两人互相道别 达西虽为盲人却继承了母亲的通灵术 他能通过死者一物窥探其生前重要记忆 接触到假眼的瞬间 女人看到了当时的真相 达西清楚的看到姐姐并非独眼所杀 而是另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男人 达西看到真相后无比愤怒 既然已经锁定了杀害姐姐的真凶 达西便决定用最才酷的手段 将凶手折磨至死 他走进一个木箱 慢慢的跪了下去 似乎里面装着什么极其恐怖的东西 男人带着女友刚刚掰进装修好的房子里 女人便开始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 因为工作的原因男人经常要值夜班 所以几乎每天晚上都是安娜一个人在家度过 这天他关闭走廊的灯准备回屋休息 结果转身就看到了男人死去的前妻 可等他将灯重新打开后 对方竟有诡异消失 泰德认为是女友没有休息好看花了眼 没想到安娜随即又拿出了另一个证据 他本想用相机记录一下掰进新家的生活 不料竟然在房间的角落里又一次拍到了男人死去的前妻 泰德依然认为这是曝光过度所致 安娜也不愿再与其狡辩 当即就要收拾行李搬回自己的小公寓 就在这时外面响起了门铃声 今天是姐姐一周年的忌日 达西想来姐姐遇难的地方怀念一下 面对两人文婉表示准备出门的想法 达西让他们尽管去忙不用照顾自己 除此之外他还带过来一个古怪的箱子 里面的东西更是让大家改到毛骨悚然 那是一具风干的人类骸骨 达西解释说这是珍贵的家传宝物 想送给泰德和安娜作为他们的新婚贺礼 泰德对神神叨叨的小姨子见怪不怪 随后就以上班为由匆匆离开了家里 泰德来到办公室 他总感觉那具恐怖的骸骨似曾相识 思考片刻后他找到了一位病人的资料 这位病人就是独眼男人的邻居 他把那天晚上看到的内容画了下来 其中就有那具恐怖的骸骨 以及独眼男人死时的真实场景 泰德不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自然搞不清楚 只是看着那幅恐怖的画像一脸茫然 镜头再次回到安娜这边 他一刻也不愿意在家里多待 收拾好行李后准备直接离开 却猛然发现箱子里的东西不知何时被摆上了餐桌 本以为是达西有意为之 不料达西却说对方是自己从箱子里爬了出来 看女人如此不可理喻 气得安娜当即就要离开 可来到门口才发现自己的车钥匙不见了 可能是觉得为一个盲人这样的问题不太礼貌 安娜只能去车里看看 可来来回回找了好几遍始终没有找到 安娜无奈只能选择继续留下来过夜 殊不知这一切都是达西的计谋 当初他在毫无根据的情况下操控干尸 害死了独眼男人 当得知真相后达西追悔莫及 现在他又怀疑是泰德和安娜联手害死了姐姐 通过两人的对话得知 安娜原本是一家医药公司的销售代表 因为工作的原因与泰德频繁接触 但两人是在丹妮死后才确立的恋爱关系 达西并没有轻信女人的一面之词 他先是向对方抬完了自己会通灵术的事情 随后又给安娜讲述了姐姐被刹那崴的真实情况 当时戴妮并没有给独眼男人开门 男人也意识到了女人根本不相信自己 于是他让女人站在门口保持警惕 万一屋里有动静了 可以第一时间冲出去逃命 自己则出去想办法帮忙报警 男人离开后 丹妮仍然心有余悸 就在这时他发现了架在一旁的数码相机 由于相机设置了定时拍照功能 丹妮急忙拿起相机缩回帐篷里仔细查看 不料竟然真的拍到了一个头戴面具的诡异身影 女人顿时被吓得瑟瑟发抖不知所措 她强装镇定想要悄无声息溜出去逃命 没想到面具男早已在外等候多时 随时准备享受猎杀时带来的快改 镜头一转来到了医院的值班室 此时泰德正在忙着与一名护工下棋 就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 原来是安娜趁着达西睡着打给了她 女人先是抱怨自己找不到车钥匙 无奈留在了房子里 随后又告诉泰德一个更加劲爆的信息 达西说杀害她姐姐的人就是医院里的男护工 也就是刚才与泰德一起下棋的那个人 不料男人听到后表现的异常平静 反而劝说安娜不要轻易相信一个神婆说的话 并表示自己会尽快赶回去处理一切 听说男人要回来 女人顿时心安了不少 没想到下一秒 女人以为看花了眼 再次小心翼翼向下看去 尸体竟有诡异的恢复了之前的堆坐姿态 眼看此时的达西仍在熟睡 安娜决定近距离研究一下该尸的内部构造 此物虽然看上去微妙微笑 如同一具人类的尸体 但其全身都是由木头雕刻 然后拼装而成 安娜发现木头人的头顶上 有五个均匀分布的小孔 而且里面似乎还装着什么东西 好奇的安娜找来镊子一一取出来查看 一小瓶血液 一缕头发 一颗牙齿 像极了某种邪恶的祭祀用品 虽不知身为盲人的达西为何能察觉得到 但安娜还是乖乖将所有东西放回了原处 随后告别达西上楼休息去了 没想到她刚刚离开 达西就坐到了木偶人的对面 并摆出了与之一样的姿势 似乎某种神秘的仪式即将开始 女人无聊的躺在床上 翻开相机里的照片 不料下一秒 相机被扔到地上无意中开启了拍照模式 女人被吓得再也不敢待在房间 随即来到楼下寻求达西的帮助 可此时的达西仿佛睡着了一般 任凭安娜怎么呼海都没有给出任何回应 女人身后的箱子突然传出了异想 安娜战战兢兢的走进查看 竟然在里面发现了自己丢失的车钥匙 安娜抓起车钥匙疯狂逃出了房子 下一秒所有灯光熄灭 安娜一刻也不愿意再次久待 驾车快速驶离了这个邪门的地方 不久后泰德终于赶回了家中 却发现房门大开房子里更是漆黑一片 他谨慎地提着照明灯进屋查看 却只在菜桌旁发现了墨偶人的存在 坐在对面的达西早已不知去向 男人提着照明灯上了二楼 竟然在楼梯拽脚处发现了跪在地上的达西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达西所为 目的就是为了改走毫不知情的安娜 继而专心对付杀害姐姐的泰德 原来达西通过独眼男人的一眼 早就知晓了真相 的确是护工动手杀害了姐姐丹尼 不过幕后指使之人却是眼前的泰德 彼时他也爱上了漂亮年轻的安娜 可离婚的话必定会被呆尼分走大量的财产 所以才铤而走险花费重金雇佣了护工动手 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这番对话全都被隔壁的独眼男人听得一清二楚 这才发生了视频开头的一幕 独眼男人想要给呆尼提个醒 却因为没能解释清楚最终导致两人相继惨死 泰德听完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直到现在他都没能想明白 到底是哪个怀劫出现了披露 我会看到了一切的真相 达西虽然知道了一切的真相 但泰德大胆猜测他手里根本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当即就要联系负责丹尼爱见的警官 让达西把自己的推断讲给对方听 达西听完后直接犯了难 他知道警官根本不会相信所谓的通灵术 坏句话说 也就是达西根本无法证明泰德和护工串联杀人的事实 泰德似乎也正是抓住了这一点 他谎称自己手机里没有警官的号码 随后把手机放在原地 说他现在去办公室寻找警官的号码 找到后会让警官再回拨到这个手机上 然后不给达西任何反驳的机会 马上匆匆离开了房子 达西天真的以为 只要查到真相便可以将男人绳之于法 却严重低估了阴暗而狡诈的人性 拜个小时以后 达西面前的手机竟然真的响了 他以为是警官给自己打来了电话 于是慌忙起身准备去接 可眼忙的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正前方有个大洞 原来刚才泰德故意留下手机 就是想让达西踩中陷阱从二楼摔下去 不知道时间过去了多久 医院的男护工再次出现在了房子里 泰德又一次花费重金雇佣他来收拾残局 此时女人已经倒在血泊之中奄奄一息 护工给泰德打去电话说明了现场的情况 随即又来到达西的面前 不料女人听到后竟然艰难的举起了一只手 对着空气念念有词像极了某种咒语 护工看不懂也就完全没有放在心上 可就在他准备下楼时 却突然发现墨偶人的动作竟然有了变化 护工见状急忙下楼查看 殊不知墨偶人早已来到了楼梯拽脚 下一秒墨偶人直接冲着男人走了过去 在达西的控制下他如同有了生命一般 对着慌忙逃命的男人紧追不舍 眼看已经退无可退 护工竟然翻过来 该直接从二楼跳了下去 还因此摔断了一条腿 此时他已如瓮中之鳖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木头人步步逼近 不料关键时刻达西再也坚持不住停止了呼吸 木偶人失去操控也随即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可怜女人轻信泰德的谎言放他离开 不仅没能报仇还白白搭上了自己的性命 不久后泰德再次回到了家中 他处理了达西的尸体还烧掉了木偶人 并将重伤的护工带回了精神病院 但他并不打算放过护工 而是将男人死死地捆在床上 然后把一个食人膜病人与他拐在了一起 几天后泰德收到了一个快递 正是当初达西给他展示过的那个铃铛 他怀疑达西此举就是想让自己相信鬼神之说 从而让他的余生都生活在提心吊胆之中 想到这里泰德毅然决然爱响了铃铛 随即连忙紧张的四下张望 好在周围一切如故并未发生任何异常 不料就在男人暗自庆幸之时 身后竟然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鬼影 以上便是2024最新恐怖电影咒误寻凶的全部内容 我还是会把原片放到老位置供大家自行欣赏 喜欢的朋友订阅关注点赞收藏支持一下 我是大嘴 咱们下个电影再见